我从来不想独身 却又预告了婚 我在等 世上为奇和灵魂 Oh my god 一是念出来的 二是我们没有完全感觉到你的声线 在低音的时候非常沉的一个感觉 整个声音状态没有出来 我们很多同学高音是OK的 高音能够唱得上去 那么低音又下不来 那为什么呢 我们唱低音的时候 首先要明白第一个道理是 一低音高唱的感觉 第二就是我们的胸腔共鸣要有 我们感觉声音从胸腔共鸣出发的一个感觉 低音高唱我们怎么来去练习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找这个哼鸣的感觉 是低音位置的哼鸣 而不是高音位置的哼鸣 高音位置的哼鸣是这样的 低音位置的哼鸣从胸腔出发 我们从这儿然后连接到胸腔位置 走 走 尽量不要发出气泡音 不要 这一下子就刮到了 没有腔体了 我们在低音的时候还是需要有腔体的 共鸣腔体在的 如果你们再找不到 我们可以把手放到你的胸口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胸腔 让你感受到你的胸腔共鸣的正感越来越强烈 走 对了 对了 看见没有 声音是很踏实的 有共鸣腔体存在了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练习方法 就是用妈来去找到低音的共鸣腔体 你看 还是从哼鸣开始延续这个妈的感觉 走 很好 好 我们再来做一个练习 发一个哦 走 对 当我发低音的时候 你的胸腔共鸣 包括你的鼻咽腔这一块 正感是非常强烈的 我们要这样叠加的去练习 使得我们的低音越来越深沉 越来越沉稳 我们低音越好 我们的高音才能够越好 所以说低音下不去的练习方法 老师举了三个例子 一个就是哼鸣 一个就是我的妈 还有我们的哦 这三个音来去练习 帮助大家练习一下低音 好